心脏病发作 分秒必争 急性心脏病 俗称心脏病发作 从病发开始有黄金6小时的急救时间 然而很多患者都不了解病发的症状而延迟送医 错失了在黄金6小时内得到最佳治疗 除了分秒必争之外 急性心脏病患者另一个障碍 就是并非所有医院都能当下提供最佳疗法 及心脏管扩张手术PCI 在我国现有的医疗体制下 三分二患者只获得血栓溶解剂 这被认为是第二选择的药物治疗 并不能完全解决血管栓色问题 为了让患者都能得到最佳治疗 马来西亚心脏专科协会大胆地进行了一项试验计划 让巴生和刘玉四家能提供心脏管扩张手术的医院领养临近医院 在最短时间内把患者送到这四家医院及时动手术 开创国内医学界的新典范 请不吝点赞订阅